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的曲折 现在看到的这张就是秦龙的一个复原图 我们当然今天知道秦龙大概是长这个样子 但是秦龙刚刚被发现的时候 他的身世一直困扰着当时的科学家们 关于秦龙的发现 不得不说就是秦龙发现者以及命名者 这个杰迪曼特尔一个英国的乡村医生 大约在1822年的时候 有一天夜里这个曼特尔医生 他是加班的时候 然后他的妻子去接他 在路上无意中发现的几颗牙齿 这几个牙齿就是最早的秦龙标本 曼特尔医生他虽然是一个从医者 但是他平时对收集化石也是有非常大的热情 因为在当时欧洲人们对发现动物化石是有相当大的热情 当时有一股化石热 因为在当时欧洲有很多小店用这些化石去当做纪念品 尤其是当时很多欧洲的很多绅士 都以自己精通博物学这个为荣耀 化石特别能凸显这种身份 所以当时很多人在旅游的时候 都会到这个化石店里去买一些这个化石 证明自己精通地质学 会扒高自己的这个身份 当时是有这样一个传统 曼特尔医生也是这样 他也是对化石非常着迷 因此他平时就喜欢收集一些化石 他妻子接它的时候 因此见到这个化石的时候 就知道她这个丈夫一定很喜欢 它是两颗秦龙的牙 但是曼特尔拿到这个化石的时候 非常的困惑 因为在此之前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牙齿 当时虽然没有发现过恐龙 但是人们已经发现了鱼龙 蛇颈龙甚至翼龙 大量的这种古代生物 但是从来没有人见过像秦龙牙齿 这样特殊的东西 这个曼特尔医生 于是就拿给这个欧文博士去鉴定 欧文是当时最重要的这个生物学家 欧文拿到这个标本之后 他也不知道是什么 他只能根据大小 跟这个牙齿上有一些磨石面 能证明它是素食 这几点粗略的把它估计为 这可能是一种类似河马或者犀牛 这类东西的牙齿 这个曼特尔当时还是觉得不太像 因为他也见过这个犀牛这个牙齿 直到后来这个曼特尔有一个朋友 他在南北洲刚考察回来 然后在南北洲的时候 他这位朋友研究了很多 猎蜥的这个生物材料 他的朋友看到这个秦龙的牙齿的时候 就发现这个牙齿跟他研究的 一种猎蜥的牙齿非常的像 但是要大很多倍 有人知道猎蜥的牙齿只有这个米粒这么大小 但是秦龙牙齿很大 大概有陶壳那么大 当时他们就非常惊讶 于是曼特尔就意识到自己 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 发现了这个史前非常巨型的一种爬行动物 于是他给这个动物起名叫猎蜥齿龙 如果执意的话就叫猎蜥齿龙 我们中文在引进的时候 有一种传闻是根据这种动物外形有点像鸟 因此给它重新命名叫做秦龙 中文里边我们管它叫秦龙 所以我小时候就非常困惑 有很多材料上一看说的 这个秦龙意思是猎蜥的牙齿 当时我就非常困惑 我说为什么这两个词完全没有关系 后来深入了解之后 才知道原来是这么个原因 到后来 这个人们随着蜥龙发现 陆陆陆陆陆又发现了几种其他动物 就比如磷龙 还有重新研究了之前巴克兰发现的这个巨齿龙 人们开始意识到 这些动物原来是一种 史先灭绝了的一大群爬行动物 因此根据这些发现 在第一次世博会的时候 由欧文首先提出了这些动物 应该有一个统一的名字 叫恐龙 这也就是恐龙这个名字的来源 当然最早人们发现秦龙的时候 并不像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复原图长成这个样子 曼特尔在最早描述秦龙的时候 认为牙齿跟猎猎很像 因此他就在做复原的时候 就把整个秦龙做成了猎猎的那个样子 看起来像一只长达30米的大型猎猎 但是后来 根据越来越多的秦龙材料 人们发现这个秦龙可能不长这个样子 最开始复原的时候有点像犀牛 因为他们当时发现了这样一个标本 就是一个像圆锥形的一个 大概有这么大个的一个标本 他们百事不得其解 后来看见形状被当做成一个动物的笔角 放在了鼻子上 因此早期有一段时间给它复原成了像犀牛的这个样子 后来随着在比利时发现了大量的秦龙化石 这个化石非常的完整 而且彼此有关联 因此人们还逐渐知道自己早年的复原是有错误的 因此有一段时间给它复原成了像袋鼠一样的 因为它的后腿 人们发现它后腿比较长 前腿比较短 而且最重要的是 最开始被认为是比较的那个标本 其实实际上是发现是一个进化的大拇指 因此后来有一段时间就给它复原成了像袋鼠一样 站立起来的 这样立着大拇指的这个模样 这个模样一直影响了小一个世纪 包括我小的时候在很多一些关于恐龙的书刊上看到的造型还是这个样子 直到这近几十年来通过现代艺术晋升重现久 我们才发现其实并不是两足行走的这样一种动物 它身上其实还是有着相当多的四足动物特征 就比如它前面的手是五个指头 但是它的手指并不是像我们人的这样五个指头 而是氧化成了一个四合行走的样子 而且最早人们把它像袋鼠一样立起来的时候 为了装架这个标本实际上是把尾巴给它弄骨折了的 真正的秦龙实际上是四足行走 它的尾巴没办法做到像袋鼠一样弯曲的这样一个样子 后来直到今天我们经过不断努力才知道秦龙应该是长成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是四足行走 然后它的尾巴是高高悬空在后面的 这张图展示的就是秦龙两个装架知识它的一个变化 左边的是早期的复原就是秦龙的直立行走的样子 右边就是我们现在认为这样一个模样 我们现在根据比较新的技术能够知道它身上更多的细节 包括骨架是如何关联的 就比如它的肩胛骨 过去人们并不知道这个肩胛骨是怎么样安排在秦龙的身上 我们现在知道它大概是以一个四十多度的一个这样一个角度去呈现的 然后它的前后肢比例 秦龙也是一种很神奇的动物 它的幼年跟成年的时候 前后肢比例是跟身体的比例是不一样的 幼年的时候它的前肢要短一些 成年要大一些 因此它幼年的时候很可能还是用两条腿走路 但是它用两条腿走路的时候 却不是像以前那个样子就是直立行走 它还是保持一种水平的状态 只不过前肢要抬起来 但是成年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靠四足来行走 因为它在成年的时候的前肢会变得很长 这些细节我们现在才会非常清楚 除了秦龙之外 当时巨齿龙也是这样 画面上面的这个就是巨齿龙 巨齿龙最早人们发现的时候只有它的一部分牙齿 以及它的腿骨 因此当时人们只能估计粗略它是一种大型的食肉动物 早年在复原的时候也给它复原成了四肢行走的样子 但是后来随着越来越多材料 我们知道巨齿龙实际上也是一种非常强悍的双株行走的动物 虽然巨齿龙的化石材料并不是很好 但是我们现在通过它的近亲就比如蛮龙 我们能知道它更具体的模样 就比如它脸可能更长 比以前估计的更长更方 看上去像一个大盒子 这种样子 这张图也展示了这两种动物非常大型 虽然不像最早估计的几十米长那么大 但是依然是将近八九米长的一种大型动物 这上面展示了一些跟现代动物的一些比较 你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到这种动物到底有多大 然后画面中在巨齿龙旁边的这一只就是猪爪龙 猪爪龙也是欧洲发现的非常重要的恐龙 所以当时在欧洲发现了大量的恐龙 其他各州当时还没有人知道这个恐龙的时候 最早的恐龙发现都是在欧洲发现的 接着我们来看这一张 这张图是一个秦龙的前肢的复原 关于它我们就可以多说两句 这就可以提到恐龙研究的变化 刚才提到最早人们认为秦龙是一个大蜥蜴的模样 然后有一段时间就认为它是袋鼠的模样 我们现在知道这个秦龙大概是一个我们常见的这个素食恐龙的模样子 秦龙有很多细节的变化 也是这些年来我们有了新技术之后才逐渐发现的 我现在手里拿的这个就是最早人们发现的那个秦龙的大拇指 这个也是最早被当作成动物鼻脚安盖鼻子上的 我们现在知道秦龙可能是作为一个武器使用的一个装备 它是由大拇指氧化出来的 这是里边骨头的骨心的部分 是由这个第一个拇指指节进化过来的 然后它在活着的时候外边可能有一层非常锋利的角质 让它看起来更大更尖 这个可以当作武器使用 你可以在这个化石上可以看到上面有很多脱凹不平的结构 这个就是用来固定这个角质结构的 关于这个大拇指以及秦龙的前肢 这些年来有很大的变化 最早人们在研究秦龙的前肢的时候 按照西翼给它复原成了五个手指头像爪子一样的结构 后来发现这个是大拇指的时候 人们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武器 然后早年由于化石不全 所以当时的这个复原给它做成了一个像人类手指 然后把它安排成大拇指 虽然大拇指是对的 但其他手指依然是按照当时人们的理解 就是变成了五个手指 像人一样独立分开的一个样子 它可以抓握 如果大家看早年的复原图都是这个样子 到后来我们发现这个秦龙能够用前肢式走路的时候 才意识到它的五个手指的功能是不一样的 就像右边这张图展示的 我们现在知道秦龙的手指具体模样 其实是中间三个指头被肉包裹起来 形成了一个提子 就是这样 走路的时候是用中间这三个指头去承重 然后大拇指跟这个手承接近90度的样子 是用来作为武器使用 或者是用来挖一些土中的植物 然后中间被包裹的这个提子里 只有开头两个指头是有指甲的 第三个指甲已经推化了 如果大家看很多老的画质装架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三个手指头都是长的 现在我们知道这三个指头中间 无名指应该是缩短一点 这两个指头很长 其中中间这个爪子很大很方 然后另外这个爪子是比较尖的 它共同形成了一个提状结构 是用来走路的 然后另外它还有个小指 这个小指跟这个手接近90度的样子伸出来 这个指头是很灵活的 它可能目的都没有指甲 然后这个可以用来抓握一些东西 放到嘴里来吃 可能有这个作用 经过接近200年的研究 我们才逐渐知道这个秦龙的具体模样 人们知道恐龙200年以来 人们对整个恐龙的研究 随着化石材料的不断增多 以及科学手段的不断进步 我们对恐龙的认识越来越清晰 很多理论也在更新 然后很多恐龙外貌 随着科学研究不断的变化 眼前我们看到这个 就是我们这回展览的一个主角 就是秦龙哈维 秦龙我们已经粗略的了解过了 就是他的在这200年的研究里 他的外貌是不断的进行的改变 在今天我们对秦龙就有一个总结性的认识 具体就呈现在这个秦龙的模型上 这是一个接近1比35比例的 真实的秦龙的一个模样 他的模样跟我们200年前认识的那个样子完全不同 首先我们看他的头部 秦龙的头部具有一个像马一样的一个结构 他的脸是比较长的 从化石上看 他的嘴前面是没有牙的 是一个向上凹的这种样子 前面上下颌都是向上凹进去一块 然后形成一个缺口 所以大家在看早年秦龙的复原里 你可以看到秦龙有的时候被复造成有一条比较长的舌头 他们当时认为这个秦龙闭上嘴之后 前面有个缺口 这个缺口可以让舌头穿过 甚至他可以像藏颈鹿那样用舌头去卷一些东西吃 我们现在对秦龙头骨 尤其是舌骨进行了具体分析之后 发现他的舌骨是非常宽大的 而且舌头不是很灵活 他的舌头仅限于能把食物推到嘴里边 就是嚼碎食物之后推咽下去 并不能像藏颈鹿或者食蚁兽那样伸出来 而且后来对鸭嘴龙或者其他 这个秦龙类的近亲我们发现 他的嘴实际上活着的时候的样子 并不是像骨头呈现的那么简单 他在活着的时候 他有一个向下的慧 这个慧沿着嘴的周围向下生长 像一个马蹄一样 这个慧风边缘可能相对来说比较锋利 适合让他切一些植物 另外就是关于秦龙的嘴巴的形状 这个简直就是一个循环 在最开始人们做对秦龙的复原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他往往参考的都是蜥蜴 因为当时人们认为他是爬行动物 爬行动物最直观的一个结构就是蜥蜴 何况秦龙这个名字 猎蜥一样的牙齿 它本身就是暗示了这种动物的实性 跟那个猎蜥比较类似 因此早期的复原就直接参考蜥蜴 做成了像类似蜥蜴的唇带的效果 但是后来尤其是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 人们对这个秦龙面部进行分析之后 发现他的牙齿实际上是内缩的一个状态 就是他的两排牙齿从正面看是往内部的 如果把它复原上皮肤之后 你会发现在他的牙齿外侧跟脸的之间 有个非常大的凹度 而且秦龙的面部上方跟下方都有非常大的凹槽 这凹槽暗示了它上下可能连着肌肉 因此这段时间人们把它复原成 就有一个面颊一样的肌肉 所以上下连着在一起 把这个秦龙的头部复原成了一个类似马的样子 这类恐龙是有面颊的 然后前边的嘴巴的部分非常的短 看着像今天的有提类动物 当然早年的人并不知道秦龙具有慧 但是还是参照了猎蜥 比如比如犀牛猎蜥 在嘴的前端加了一个比较坚硬的 一个大鳞片的一个效果 早年是复原成那样的 然后八九十年代的时候 我们把它秦龙做的更加像马 而且把那个鳞片给取消了 变成了一个参照鸭嘴龙做成了慧的样子 但是这个说法一直很有争议 直到近几年来才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研究 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也就是2021年年初的时候 有一些研究医学的学者 对包括秦龙在内的很多恐龙的头骨的肌肉 从医学角度进行分析 发现它的肌肉连接方式 并不像过去认为的是上下相连 而且有可能是斜向后连接 斜向后连接就导致它 它并没有这个面颊的结构 它的嘴可能还像过去估计的那样 是像蜥蜴 就像这个模型展示这样的 我们这个秦龙哈维 它就采取了这样一个复原的样子 另外就是前肢 秦龙的前肢我们之前就提过很多了 就是最早复原的时候是像蜥蜴一样 后来倾向于它用两条腿去行走 然后它的前肢被塑造成像人的手臂 有五根手指 五指分开 然后有个锋利的大拇指 但是后来人们发现这个秦龙是四足形的 包括后来的一些化石足迹也验证了这一点 秦龙是四足形的动物 但是关于它前肢的具体结构 也是这些年来才有了一个明确的答复 就比如说它的肩膀肩胛骨的角度 我们现在推测它的肩胛骨的角度 跟脖子可能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角度 因为早期人们只观察到这个肩胛骨 是一个游离的状态 并不知道它跟身体肌肉之间的关系 因此给它有的时候复原成比较横的 如果横过来它的前半圈会矮一些 所以你可以在很多早期的复原看到 其中是一种驼背的一个状态 但是现在我们知道肩胛骨 后方连接着背阔肌 因此它只能立起来 而且立的角度 通过对保存往好肩胛骨的弧度 跟肋骨之间的吻合程度 推测它与脖子之间的角度 脖子放松的一个状态 跟肩胛骨之间关联的角度 大概是48度左右 而且这个脖子 通过近年对压这种研究 认为脖子比以往的推测要粗壮一些 早期的复原你可以看到脖子很细 像天鹅一样 但现在我们知道脖子背侧 连接着大量的肌肉 一直连接到后背上 然后关于它的后背 有没有那个刺 我们在做复原的时候 做了一排比较低矮的刺 这个结构是来自于鸭嘴龙 和很多鸭嘴龙近亲 就比如说埃德蒙顿龙 它的后背就有这样的刺 不光埃德蒙顿龙 像一些其他的鸭嘴龙 很多后背也有类似的结构 比如盔龙 它有一些标本 也展示了这样的结构 因此这样的结构 可能在包括秦龙在内的 这一类鸭嘴龙类里边 非常非常的普遍 因此我们在做秦龙的时候 也给它做了这样的特征 然后另外提到的 就是刚才说到前爪 前指我们展示了最新的观点 就是它五个手指 中间三指合并在一起 只有两个指甲 其中一个指甲是食指形成的 这个指甲是一个比较坚立的样子 然后另外两个指套共用一个指甲 这个指甲要宽阔一些 就像这个样子 然后拇指是一个倾斜角度向前伸出 这个小指是一个接近90度的角度 向外伸出 走路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这些小指是比较灵活的 因此随着这个胳膊抬起来 手指做一个这个曲指的动作的时候 这个小指可能会不自觉的给它缩进去 是向内侧弯的这样一个动作 然后另外一个脚伸起来的时候 这小指可能顺势就是比较直 这是它一个行手状态 另外一个我们现在知道这个秦龙走路的时候 并不是这样 两个手背朝前的 而朝向外側大概有一个45度左右 就像这个现在展示的这样 另外值得注意的就是秦龙的脚 秦龙作为一个鸭嘴龙的祖先类型 它的身体上大概结构跟鸭嘴龙类有很多相似之处 但是有一个很大区别就是它的脚 秦龙的脚看起来比鸭嘴龙的脚趾更长 因为鸭嘴龙的脚一般来说要短一些小一些 它已经简化了 它的骨头极度简化了 很多鸭嘴龙脚趾的骨头极度缩短 而且有一些指节数量也变少 但是秦龙一展保持了圆形的状态 它的脚趾很长 脚趾很长 同时它也通过化石 我们知道它也有三个非常饱满的指垫 在它的脚趾的指垫后边有一个额外的一个肉垫 支撑它的脚的后部 让它整个脚部形成了一个类似梅花状的一个样子 由于它的脚趾很长 指垫也比较宽 因此秦龙的脚看起来要比同样大小的鸭嘴龙的脚看起来要大一些 就像呈现这个模样 另外一个值得提到的就是秦龙的尾巴 秦龙的尾巴要比后期很多鸭嘴龙看起来要短很多 而且它的尾巴是一个比较僵直的状态 从上面看摆动幅度并不是很大 它的这个尾巴上面有很多像推拉式防盗门的那种感觉 就是有交叉结构保存在里面 所以让这个尾巴整个都是非常坚固的 是一种与地面水平的状态抬起来 当人们认为秦龙的前腿比后腿短 因此它像袋鼠一样站立起来的时候 直接想秦龙是做不到这样 如果它强行这样的话 它的尾巴会受到相当大的阻碍 早年的秦龙被复原的知识是这样 实际上如果大家仔细观察最早被站起来的那个秦龙标本 你会发现它的尾巴从这里 从这个位置是折断的 当时为了摆这个姿势 把这个秦龙的尾巴给它弄折了 我们现在知道它的尾巴是被这样的细小的古画的基建 所连接在一起 但是不代表它尾巴完全不能动 因为这些基建同样像推拉门一样 在肌肉皮下是可以交错滑动了 这也是我们最新对孔儿认知 要比以往推测的活动范围要大一些 但依然还是很坚固的一个状态 以上就是关于我们这个秦龙哈维的一些特征 以及这些特征的一些来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